周三 178名美国撤离者 从中国武汉抵达加州北部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后 美国疾病控制与资料中心主任华尔克医师表示 正在监测他们是否有新型冠状病毒的迹象和症状 这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50年来防疫首发的强制隔离命令 这些撤离者将被隔离在萨克拉门托 西南约40英里的菲尔菲尔德基地要隔离14天 美国一面防疫一面齿源中国 周三美国抗病毒药瑞德西韦 在武汉中日友好医院启动实验 首批试验761例患者 研发出瑞德西韦的美国加州吉利德科学公司表示 已跟中国卫生部门达成协议 支持对感染者开展临床试验 无偿提供研究所需药物 并为研究的设计和开展提供支援 但是吉利德支援中国的救命药物 却被中国武汉病毒所申报为中国发明专利 吉利德公司回应 2016年就已经针对瑞德西韦在冠状病毒的用途 在全球申请了专利 包括中国 CEO奥德面对争议也强调 他们保护专利但患者第一 尽管吉利德在中国对于冠状病毒 请上代批准 但北京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省认为 武汉病毒所申报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在北美华人一网网站上有网友表示 遗憾的是很多中国人即使被治好之后 也很可能只知道感谢祖国感谢党 而从来不知道曾经有这么一家 叫吉利德的美国公司投入巨资研发 为中国人民的福祉付出过 新台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